现在已经来到菜贵的三季 以中博乡也是正在相当大面积的菜贵 中博农会就为了要协作农民 可以有更好的修理 所以就特别邀请北农的菜贵打买完 来到中博乡 为农民团修他的打买的经验 现在刚好是菜贵的规则 中博乡也是菜贵的三季 所以中博乡农会就为了要协作农民 在菜贵打买中可以有好的介绍 提升农民的修理 特别邀请到在台北农山 吻销 沟粉 优汉公司 但临菜贵打买完的友人节 来为农民分享他对菜贵打买的经验 我们中博乡农产品的 贡献和贡献的一个方式 来用多元行销的方式 这部分我们上到台北的果菜市场 那一方面我们跟前年十月社来做销售 是一个门市销售 那另外一方面的农产品 我们有跟全国知名的符合农产公司 来合作以预约交易的方式来做行销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多元行销的方式 向我们中博乡农产品打盘 打响我们的品牌的一个知名度 跟我们的认同款信赖度 那现在在菜贵 我们现在的风景包装 我们现在中博乡农产品 我们现在走一公一十五公斤 大概希望是二十三条做鱼 它的鱼先二十三条 这样我们如果你打不上他们的反而你 青少年啊 如果你买他也有意願 你的标准法 大概雕先大概雕塑 那你就是水班的 第一个比较弱要把它分开 不要有那个我们会比较炸地 或者说有那个风巴 圆翘的我们尽量买 这样就把它分去包装分成全错 对我们的介绍上 它就比较稳定 对 比较稳定的作用 不过关系的 我们的农民也比较有保重 有人节的标识 菜贵的介绍如果是要平稳 就是要做好风景的部分 较不让介绍有关系的情形发生 它中博乡农产的用心 就是希望要让农民有更好的修理 并且让中博乡有一个农土産品 让更多人看见 谢谢新闻政医生中博乡 蔡宏伯德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挑战更大 冲击了产业 冲击了民生 更冲击了我们的生活 在疫情稍微缓和之后 我们要来拼经济 顾民生抢商机 嘉义士就加码浦发 现金2000元 我们提供了三个方式 让市民朋友来做选择 第一项 请市民朋友 直接到振兴消费金的发放所 直接领取现金 发放名单 我们会由市府统一来造册 领取通知单 在10月23号 会由里长 里干市 送到市民的家中 我们可以在10月30号 31号 礼拜六礼拜天 这两天 会在全嘉义士 所规划的 119个发放所 所以要拜托 我们的乡亲 在早上八点半 跟亚宝四点 在这两天 可以前往到现场去领取 第二个 如果你在10月30 31 这两天 没有办法配合 你可以利用 我们11月份 有四个礼拜 这四个礼拜 拜五 拜六 总共有八天的时间 方便我们的市民朋友 前往你户籍地的 联合礼办公处 来领取 那领取的时间 这又有点不一样 是早上9点到12点 下午2点到5点 前面所说的两个 如果你都没办法到现场来领的话 我们还有第三个方式 市民朋友 你可以选择在 11月15日到11月27日 提出转账的申请 那申请表 你可以到市府的网站 来下载 填好以后 还要减负您本人身份证的银本 还有您本人的台湾银行 或者邮局的存折封面银本 将这些资料 一起在11月27号以前 送到或者挂号邮寄到 东区西区的护证事务所 东区西区的护证事务所 以邮戳为凭哦 那我们的款项将会在 110年12月20号以后入账 底下我们也要特别说明 我们发放的对象是谁呢 就是110年8月24日 以前涉及在嘉义市的市民 那也包括了8月24号 以前出生的新生儿 但是你只要在11月27号以前 办好出生登记 并且入籍嘉义市 您也可以领取哦 提醒市民朋友 领取人你必须要年满20岁 还要记得携带通知单 身份证的证本和印章 如果委托他人来带领 受托人你要携带通知单 委托书 还有委托人的身份证证本 以及受托人的身份证证本和印章 我们提供这三个方式 给你来三点 但是预期没有领取 或者预期未申请转账 就是适同放弃哦 最终的截止日是11月27号 为截止日 请不要忘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